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是变成一个女孩 一般的父母都会极力地劝阻 把她的想法扰杀在摇篮里 但是金星的父母却非常的开明 支持了她的这一决定 在金星做完变性手术以后 她的事业更进了一步 而且她也比以前更加自信和快乐了 回国内之后 金星也接到了不少节目 很多人都看过金星秀 金星秀作为一大访谈类脱口秀 是金星主持的 她在里边的言辞非常犀利 经常直接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批判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 不过这样快言快语的金星 却给节目带来了不少的看点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撤当节目 但是遗憾的是 金星秀因为种种原因停播了 对于喜欢多喜欢金星的人来说 就非常的难过了 不过好在金星最近要上一个新的节目 让她的粉丝们都非常开心 这个节目就是武林大会 作为一档舞蹈类节目 非常适合金星 因为她在舞蹈方面是非常有实力的 这一次她作为评委 给年轻一代们提出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节目播出了刚刚一集 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金星非常的专业 而且她本身就非常有话题度 给这个节目带来了不小的热度 值得一提的是 迪丽热巴也参加了这档节目 迪丽热巴是新疆人 跳舞非常的棒 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 身材也是非常的完美 能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一场视觉盛烟 迪丽热巴在开始录节目的时候 就主动跟评委老师金星去聊天 可以看出 热巴也是非常尊重金星的 而金星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凄厉 而是非常温柔的招呼 热巴坐到她的旁边 还摸了摸热巴的腰 问你腰没事了吧 但是这一举动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金星的身份非常的特殊 不少人就觉得她是在占热巴的便宜 更有人指出来细节见人品 怀疑金星的人品问题 不过其实可能金星这样做 只是对一个后辈子关心 心里面并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 谢谢大家